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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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都是护肤装带的专家 所以让我们放心 冬天有点冷 但是贴心内衣不难解 所以我们需要带自己 我们穿好护肤了 好不好干 好好干 我今天第一次这样自恋护肤 没想到能这么简单的做到 就变成了这么好干的 外国朋友们也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复杂 我觉得挺好用的 你觉得吗 我变了好可爱的感觉了 行 那我们去南场寺了 去看看鸿叶 拍一下照片 还有唱一唱好吃的 走吧 从甘北湖府租赁店到南场寺 坐出租车大概15分钟吧 要花差不多1000多日元 穿和服的时候坐公交有点不方便 最好还是打车过去吧 南场寺是1291年由龟山天皇建的 在如今南场寺是樱花和红叶很美丽 所以这里是人事的观光地 现在的红叶是特别漂亮 红叶的红色很好看 接下来我们来到促上清斜铁道 从南场寺走过来差不多10分钟就到了 这里本来就是个铁道路 但现在已经被飞除使用 却成为现在特别热门的新闪樱花和红叶的地点 看到了 我们去吃看吧 在东京也有 但是家家店内的质分是优雅的分支 咖啡也很好喝 我们有一点累了 所以我们去吴林安 然后休息一下吧 有时间多说 这里是吴陵庵,在南墙寺附近有 吴陵庵是郑居家乡线油棚的别墅 这里构造花园、洋房和茶室 里面有又大又美丽的花园 我们可以一边欣赏花园 一边喝茶 入肠费和喝茶料一共1600日币 你们一定要穿胡胡去这里 现在我们刚还好了胡胡就出来了 我感觉穿着胡胡胡逛一挂 真的太好玩了 比起穿这些一般的衣服走一走 一穿好看的胡胡会更开心 你的京都旅游也更有色彩了 你说呢? 我觉得也很开心 因为在南墙寺有很多美食 所以更喜欢了 等以后这个星光已经结束了 大家再次来到日本京都考虑一下租赁胡胡的时候 能把这个视频当作参考 我们就很开心了 然后这次呢 岗本胡胡租赁店 蓝瓶子咖啡店 还有吴灵安 他们都很愿意接受我们拍这个视频 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的配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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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或者对于这个视频有兴趣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然后留言给我们说一下 下次大家想看进度的什么样的地方 或者在进度香港什么呢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